我早上醒的时候啊 你和小恒还睡着呢 你们也是都这么大人了 睡觉也不知道关门 小恒啊 阿姨 你来看一下 好 你看啊 这个西红柿的皮啊 用开水烫一下 很容易就剥下来了 你看 有没有 这生的啊 就很难弄干净 看到了吧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听人 跟我说这个 哪有父母舍得 让孩子进厨房的 你跟男孩子不懂 这些也是正常的 现在我倒是想 让你多学会一些 你都学会了 小爹就可以少做一些 他的手啊 是学设计用的 我想让他少碰家务 知道了阿姨 要不这黄瓜我来切吧 我想试试 好啊 我教你啊 好 来 你看啊 把手放在这儿啊 切的时候啊 用手指头挡住一点 你看 来 我来 好 刚开始切的时候呀 慢慢来 多切几次就好了 慢点来 来 对 这 慢慢来 慢慢切 小爹刚开始学的时候呀 那手指头差点切下来呢 对 就是这样切 你看你后面切的 就比前面切的强多了 你这么聪明啊 你妈妈一定很自豪 阿姨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我是孤儿 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是孤儿院长大的 孩子 你受苦了 有时候我挺羡慕小爹的 他能有这么好的妈妈 没关系 你以后跟小爹在一起吧 我就是你的妈妈 我会照顾好你的 好 小爹 你干什么呢 妈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呀 真是的 多睡一会儿 我可以做饭的 妈年纪大了 叫少 那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我早上醒的时候啊 你和小恒还睡着呢 你们也是都这么大人了 睡觉也不知道关门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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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俩 好了 好了 小恒都给我解释过了 他呀 有黑暗苦局症 昨天晚上呢停电了 他因为害怕才叫你陪他的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没错 我发誓我们俩真的真的是清白的 好好好 是真的 你说的都是真的 行了 快去洗漱吧 要吃饭了 小恒今天呀 早饭帮了不少忙的 好了 去吧 不是 我以后你说话呀 你解释一下 我都跟阿姨解释过了 你很不对 你肯定说什么话 误导我妈了 从我妈昨天来了以后 你就很不正常 非常不正常 我赌他的账我都没跟你 小恒 你说什么呢 你看你这孩子 你怎么跟小恒说话的 我跟你说啊 以后小恒他也是我的儿子 你少欺负他啊 姑娘家讲的疯疯癫癫 像什么样子 不是 我疯癫 可以呀 这都母子了是吧 行 你可以 你很棒 你给我等着 呀 吃